NBA的四组英雄配美人,你最看好哪一对,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,很多的球员的妻子都是非常的漂亮,可以说是让人羡慕不已,很多时候球迷们都感叹为什么自己没有这么好的福气呢? 不过,有的球迷不禁发出感叹,我及时他们的球迷,也是他们老婆的球迷,今天小编就带大家看看那些让人着迷的NBA球员的老婆,到底谁最迷人,你又最看好哪一对呢? 乔治和他的女友他的妻子叫丹妮埃拉,颜值可以说非常的高,身材也很火爆,从他曾经当过麦阿密的脱衣舞娘,我们就可以看出,毕竟脱衣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的,必须要有让人信服的身材的,那么对于乔治的女友,你觉得怎么样? 科比和他的妻子,我们称呼,科比的妻子为嫂子,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科比的妻子非常的迷人,作为NBA最出名的夫妻,很少有人不认识科比的妻子的,特别是他那火爆的身材,看一眼你就会记住他,巴蒂尔和他的妻子,巴蒂尔的妻子叫做海蒂,作为最出名的好男人,他对自己妻子可以说是非常的宠溺了, 当然也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有魅力了,相比于科比和乔治的妻子,巴蒂尔的妻子虽然没有那么性感的身材,但是能够被巴蒂尔这么宠着,肯定有其过人之处,反正特别让女人们羡慕是肯定的,霍福德和他的妻子,说到霍福德的妻子,估计球迷们的第一句话就是,不要和霍福德比妻子,为什么呢?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霍福德的妻子实在是太美了,作为一名环球小姐,她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,都是数一数二的,霍福德能够娶到这样的老婆,真的不知道怎么评价她的运气了,相信很多的球迷都已经在心眼里羡慕霍福德了,毕竟能够拿下环球小姐的男人,值得羡慕,那么,这四对,你最看好哪一对呢?